對啦 因為我電腦有一點問題 就來Apple買 如果你是跟我們用Apple Store的人 你們都會想想 來到這裡好像沒有Apple Store 那我們就去Support問了 來到Apple Store看看 這間Apple Store很有趣 名字不是Apple Store 是Switch 但間間不同名字 不是 它有Switch 我聽說在Gurney也有一間 很大的 很大就不是香港那種很大 即是叫大一點 有些規模 都是Switch 但我地址沒有居然 是嗎 對啦 可能是維修和購買部門不用 那我們去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先檢查一下 看兩條條條 先去訪問 其實應該要接訂就好 才會來的 還要接訂就好 是的 我覺得要接訂才能來 你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就是這個沒有 我們現在要問他 所以現在 其實不是說的 我不是說沒有錯 我懷疑這裡是人滿之患 但不是喔 應該那個這麼漂亮應該是去維修 因為我覺得Apple Store有個策略 我覺得它有另一個策略就是 你拿著去維修 即是你是果粉 你是果粉果農的時候有什麼新的東西又可以吸引你 每次懷疑過很多維修的 是免費的 就是人都去的 那你說那個電話你買的時候已經包了維修費 那你順便會比較容易去買東西 Apple Store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一次過搞定它 你又可以做東西啦 你做東西要等 等你會買 那你一個都沒有帶 香港的Apple Store沒有帶 香港的Apple Store沒有帶 你沒有東西啊 中環都涼騰 很大 那這裡沒有帶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它的策略 或者可能這裡用蘋果的比例不高 那粉底是多少 所以就不會投放那麼多支 那你不如說一下今天你來做什麼 弄電腦 弄什麼事呢 你的電腦有什麼書呢 不過USB插了進去找不到新的iPad和iPhone 即是不能夠打開 那就很大問題了 為什麼呢 不過我覺得很厲害 iPhone轉連iPhone 以後都不用用電腦 不過它就慢一點了 那你又不能用電腦 又說不用電腦 好 令人家廢街啊 它這個是很primitive 這個就是 整個Apple Store裡面 維修那部唯一兩個counter 好搞笑啊 我有三個不好意思 因為我見到counter3 即是有三個counter 是要放下一個電腦做的 那還有呢 它是沒有那些 好像香港這麼方便 立刻有幾個人幫你 有幾個人服務 人家 待會有兩到三個人 那它說你的所有東西 是放下幾天之後拿出來 好像Apple 香港Apple很方便的嘛 它的桌子啊 它的舊的電腦啊 幫你打開 立刻打開你的電腦 有什麼問題啊 就不是的 它放下兩至三天 然後再拿去看看有什麼事 所以呢 為什麼我覺得 可能一些人 未必會覺得 我要Apple 即是你體現不到那個 Service的感受 那就會覺得 例如我買一個三星 或者可能買一個Apple 其實你的感覺是 差不來的 雖然你說 有間Service 專門服務你們 但其實有間店 只不過在一個服務店 好像我買一個普通東西 就不是香港的Apple初 對 所以它沒有那麼流行 就是它感受不到 Apple 真的為你那種服務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快點CLS 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啦